大家好,我是靈心社積塵 好高興又見到大家 各位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都已經是到了苦年了 祝各位觀眾,福虎敲門,苦年如意 另外也祝各位真香港人,相襯相愛,見智飲水 也藉著這個機會是同享遠方的幾位好朋友 以及各位在義幫的香港人 祝你們是山醉有時,同行有時 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夠健健康康 一切都是平安,願著保守你們 這段是接觸上一次Lami Crossover LeoLab SmartPen套裝的超詳細評測影片 上一回針對這個SmartPen套裝裏面的各項功能 已經做了展示有一個比較仔細的介紹 我想你對這件事物都已經不陌生了 但是聽起來很好 宣傳當然會將最好的東西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是否真的完美 大家都知道,世上沒有完美的東西 所以今次這一回就是在我這個評測過程當中 我找到的不足之處 另外也會入面有一個進階的應用 如何可以讓這個SmartPen用得更加Smart 更加能夠幫到你 或者讓你帶來更加大的趣味和價值 希望你也可以喜歡以下的內容 最後我會有一個用後總評 也會針對我覺得適合這個SmartPen套裝的人 都會有一個分析 希望透過這兩段片 你能夠判別到究竟這個SmartPen套裝 是不是適合自己的產品呢 值不值得用這千多元去買這個套裝呢 希望這段片能夠幫到你 好,事不宜遲了,去片 好,在NeoStudio這個App裏面 它就有一個使用說明的 當中它有一個使用建議 說到是一些比較進階的用法 就是它說到可以作一個電子簽名之用 其實原理很簡單 就是你直接在筆記簿簽上自己的名字 跟著它在分享那個頁面共享那裏 可以用PNG的格式去分享 裏面有一項是刪除筆記本背景後 以透明背景共享這一個功能 跟著可以將你的簽名採出來 跟著套進去電子化的文件當中 你可以有一個手寫的簽名的呈現 這個功能是十分實用的 不過我不是用來作簽名之用 其實就是在兩年多前 我在社交媒體都挺喜歡玩配圖寫字 就是找了一些圖之後 跟著就配寫一些字句這樣去分享 例如這個 這一張圖是19年8月的時候 右手邊黃色生於亂世 有種情真這一句是我當時寫的 我當時要做到這一種效果 其實都比較麻煩 我首先需要找一張白色紙寫字 跟著用掃描App掃描入去 再用一個可以將B圖的內容貼上A圖片的photo 跟著在細條之下才做到這一種效果 現在有這一個LAMI的套裝 那就方便很多了 首先第一步就是 假設找回原圖 我現在為這幅圖配一句字 做一個標題的話 我現在可以怎樣做呢 好,首先我就在筆記簿那裏寫了一個標題 今次我想寫生與死,在這裏寫了 我在這裏用Smart Pen一寫App那裏 就立即呈現 我選了是白色字的 我就用回剛才說到共享、PNG 刪除背景、透明背景共享 這一個,過到電腦上 在Windows的相片一開 就會出現了整個版面 我只要去到編輯 跟著你見到由於我去背了 白色的這三個字就會很搶眼 我就去做裁剪 剪低我想要的字 跟著就儲存 好,儲存了之後 開回那幅理想家字的原圖 用小話家3D編輯 它裏面有一個插入功能 好,選我剛剛想插入的那三個字 生與死,你可以放大的 好,移動位置 好,再大些 好,跟著儲存 大家就見到了 這樣就做到我當年想做的效果 減散了不少程序 兼且都很方便的 這個就是將文字電子化之後 它已經內置了這個去背功能 我覺得是實用的 我很喜歡這個功能 我覺得是這個digital paper 其中一個是具活美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想下 怎樣可以將它創意地去應用了 我特別加插了一個環節 就是展示一下在上一回 說到手寫辨識和工整字體的效果 事緣因為在上一次的影片發布之後 就有一位網友問到 如果那個畫面是中英文運寫 又或者是圖畫加文字的話 那個辨識效果是怎樣的 所以我就將我之前做測試的時候 那些版面轉換情況 都在這裏展示給大家看 給大家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了解 有一個是直接的比對 給大家知道 上一回我就展示過這幅圖給大家 手寫辨識的時候 這個by是辨識不到的 我就以為中英文運寫就應該不ok了 但結果又原來不是的 因為在另外的頁面裏面 它出現的效果是不錯的 展示給大家看看 這一頁有中文、有數字、有英文 在這一回裏面都辨識到的 這一頁裏面同樣是英文和中文同樣存在的 同樣見到英文和中文都辨識到的 香字我加了一筆 不知關不關事 出現的效果就香字辨識不到 講和加油和感效都辨識到的 這個版面有中文 有一些當作圖畫、一些線條 另外有行書、生與死 另外這裏就只有一幅的圖畫 就住公正字體 大家會見到 這一邊的圖畫大致上是完整辨識到的 不過右邊這裏 即是它的左翼就沒有了 變了一個奇怪的尖角 這一邊幾種東西混在一起的效果 就遭遇到不得了 行書變了一批東西亂碼 路在何方辨認到若干的部件 有些乾脆消失了 那兩句C有些辨識到 有些辨識不到 那條蛇的那條線變了兩個N 基本上效果是不堪使用的 所以在這裏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正如我回覆那位網友所說 不論是手者辨識還是工整字體 這兩個功能也好 不要有太大的期望 或者可以這樣說 不是它的主打功能 所以可能有些時候辨認到 有些時候辨認不到 好像有少許撞彩 我都不太能夠掌握到它那個變色的技術是甚麼 另外那個原則情況 因為有些時候它會好些 有些時候不太好 我暫時摸索到的那個經驗就是 中文的話橫寫是堪用 直寫不太ok 另外你字體越大的話 那個變色的效果就會理想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理想 另外如果是中文字的話 就絕對建議你一定要是工整 近似電腦字體可能會好些 如果是抒發字體的話 不論是行書、啟書也好 效果我見都一般的 所以在這裏給大家了解 所以如果你真是會用到這一個套裝 請記住 不要是因為你對這兩個功能 主打吸引你賣的點 如果不是的話我怕你失望 但如果是做一個簡單的辨識 就住入面的一些字眼 幫助你去搜尋 它是有些時候會有用的 講了Smart Pen 這麼多功能它的應用 都講講在我這一段評測期間 我發現一些我覺得差一點點的一點 都給大家有一個客觀點 即是正反也了解一下的狀況 第一點就是這個Smart Pen 它用的筆芯 其實是Nami專用的M21的筆芯 你看到很短的字號的色 其實本身它是Nami的入門芯 我就想問過Nami Hong Kong那邊 M21就是18元一支 我特別問到多買有沒有便宜的 那就沒有的 筆芯類 它們是沒有優惠的 跟著都詢問到 這一支是迷你筆芯 所以寫多少米呢 那些墨水 官方那邊回應 M21沒有特別標明 它們預計大約500米至800米左右 可能是和平常的一支原子筆芯 其實是相約 所以它就說 如果一般經常輸寫的話 可能一個月左右就會寫完 如果你想買的話 在海港城那邊 就有Nami的專門店 你可以去專門店買 M21的筆芯 我看它們就應該沒有網購的 所以你就要估選一下 如果你是嘗寫的話 可能你要多備幾支 M21的筆芯就會安全一些 M21是一支典型的油性原子筆 它作為一支圓珠筆 很老實說 它很多時候第一下寫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是乾膚的 要寫幾筆才順滑 所以很多時候我第一筆 可能我是要有些重筆的 另外由於它這裏 Encote Technology的那些Digital Paper 它本身有少許粗糙 因為上面有很多微型的記號 用M21寫下去的時候 那個摩擦感其實是挺強的 這個就視乎你本身喜歡的寫感 但如果以那個書寫的感覺來說 我自己覺得它不算特別好 雖然配合上Nami的這個筆桿是很騙的 但這支筆芯表現就不一般地 做這一類多轉圈的測試的時候 很明顯轉右的這個感覺會卡一些 左邊這裏這樣就會順滑一些 但整體來說 由上到下的這筆畫 你見到感覺會差一些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著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書寫角度 這樣才能夠順滑 低一些或是高一些 出來的感覺已經就差一些了 所以我想以這個價位來說 我想買的那一位用家 會寄望有一個更加好的寫感 但可惜的是M21這支芯提供的寫感 我覺得跟那個價位其實有些差距 有些可惜都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對這個M21這支筆芯的寫感 給大家有個概念 好,第二點就是我之前介紹到 其實這支筆有個好處就是 就算你沒有開Power 你一開蓋一寫 其實它就會自動開的 是吧? 但是重點是很多時候 由於可能你一動筆就立即寫第一筆的時候 在app那裏就會將第一筆這裏會偵測不到 這個情況我出現了很多次 所以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就要事後 在app那裏見到第一筆沒有了 我就會手動加一筆 例如剛才我展示過生與死 你看到生字第一筆這裏 為何特別粗的呢 就是因為我見到app detect不到 我手動沿著那筆織補多一筆 這個情況不是只出現過一次 是很常出現 例如這個一字就是我見到第一筆偵測不到 我就這樣由確保去偵測到 所以用LAMI Smart Pen 我自己建議你書寫前最好可能有一板 找了廢紙 你先拿這筆寫幾寫 確保它是出墨之後 才再寫進去digital paper裏面 就確保你每一筆都能夠在app那裏呈現到 因為你經常要在app那裏補筆 或者你這樣手動再在實體補筆 其實都幾沒人的 好,這個是第二點我發現到的問題 第三個可能就是有一些 如果你本身是喜歡書寫 特別可能是喜歡眼筆書法的用家 那你就會想著正,又可以不織一個動畫呈現 但是我要在這裏強調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練眼筆書法 我就發現到一樣有少少無印的位置 就是哪怕這個Encore Technology 是全球領先有多先進都好 它那個sensor有多厲害都好 它在呈現不織當中 其實它是並不能夠100%忠實呈現 書法上有一些的筆封的 這個我相信是技術性限制 舉個例子 好,例如大家見到這個人字 這個納我收筆的時候 是有一個的收尖的 你見到是一路變幼 跟著最後一個尖頭收筆 這個納的處理 去到app那裏就會變成這樣 你見到是同樣的粗幼去 它是做不到北風收尖的效果的 所以老實說 那哪怕你在這一本digital paper當中 寫得多漂亮都好 其實當中線條的美感 你的那個細節的處理 去到app那裏 其實是會打一個折扣的 這一點我覺得都值得提出 是的,我都覺得這個是應該限於技術 不能夠100%呈現 所以如果有觀眾是聽完我的介紹 覺得拿來做煉字寶很棒 它呈現出來的效果 其實可能會比起你用紙煉完字 再用一些的掃描app掃描出來的效果 那邊呈現出來的那個細節 是會多過這裏用這支smart pen去呈現的 特別是收尖或者一些轉筆的時候出現的情況 這裏都同樣特別一提 它會全部是粗線條地處理了的 這一個產品的其中一個特性 我想是未必觀眾太想擁有的 就是在這一段測試期間 其實我在不同的裝置 我都有加入這個Neo Studio的app 都跟著分別是用這一支筆 在那本Digical paper的筆記簿裏面 其實寫了不同的測試內容 在這部Nova3 Color、Note2 以及我的手機其實都有寫東西 我發現每一次你的筆寫了東西 寄了進去之後 我連接那個裝置 跟著它會叫你移動筆的資料 跟著過了那個裝置之後 其實在那個筆儲存的資料 就已經是用了 它就會空檔的 就刪除了那個記憶 我再用這支筆去寫東西 跟著再連接另一部裝置 再移動資料之後 其實造成就是在我這個測試期間 我這三個裝置在我的這本筆記簿 這段期間 我一直是因著測試寫的不同東西 其實它就是散放在這三個裝置當中 我是不能夠是有辦法將這三個裝置 就是儲存的digital paper的內容 整合成一本筆記簿出現 然後變成這一本有我若干頁的內容 Note2有我若干頁的內容 我手機又有我若干頁的內容 三部合在一起 才是我完整在這一本筆記簿當中 所寫的全部內容 但是散放在這三部裝置當中 那就造成了一個問題了 即是說其實它是不鼓勵你跨裝置使用 它可以但不鼓勵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一部裝置 專門儲存一本筆記簿的東西 會是最好、最完整 亦都在事後的編輯、搜尋 都會是來得最便利 最後一點的不足之處就是價錢 這個套裝在1月10日的時候 NAMI Hong Kong已經是出了一個預售 那就1680 但是其實除非你是NAMI的忠實粉絲 對這個NAMI狩獵者的外形的Smart Pen 是十分喜歡 又對這個品牌是十分熱愛 那你就會覺得可能都會有相當不錯的吸引力 但是說的如果你是單單給LeoLab Conversion 這間公司這一個Smart Pen的技術 你現在覺得不錯 聽完我提醒的講解 裏面的電子化、裏面的分享各樣各樣 其實你上網一找LeoSmart Pen 其實沒有做品牌聯成 就這樣是用回Leo這個名字 你打LeoSmart Pen它有幾個型號 什麼M1、M1 Plus 其實筆連筆記簿M1 Plus大約是一千元有找的 剩筆可能是大約七百幾八百元左右 本Digital Paper的筆記簿就百多元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這裏講的NAMI這個品牌 帶來的那個價錢上的加成 說的是超過一半 那值不值呢 那就真是好看你本身 是不是真的喜歡NAMI 如果你本身是NAMI的fans的話 又覺得裏面的功能擊中你 你就會發現可能真是會覺得有吸引力 如果你單單是從功能上去說 你想達到是相同的效果 你是可以直接買NeoSmart Pen 這樣就會便宜一折 所以這個位置都值得考量 因為始終每個人的預算都不同 坦白說,我都喜歡NAMI的 你看到我有NAMI的港筆都知道 而裏面的功能我覺得都挺有趣 你看到我用得很開心的 很坦白說 但是遺憾的是價錢 這個是我的個人看法 所以這裏都給觀眾去知道這一點 不知道大家看完我剛才 就著這一次產品的詳細評測講解之後 它有沒有打動到你呢 撇除我剛才最後那部分 講到它的一些不足之處 它本身的功能 又會否吸引到你 覺得都可以一試 相當不錯 其實甚麼人會是適合去買這一套 NAMI Smart Pen套裝呢 我覺得有幾類人都可以合適的 第一類就是 如果你是NAMI的忠實支持者的話 可能單單你看到它的品牌 再加上好像有很多功能這樣 一個package過去 已經打動到你去給錢買了 第二類可能就是 你依然保持著是會習慣 喜歡手寫的溫度 而你又有是會隨身攜帶記事本的那類人 那你就可以是既保持到那個手寫的習慣 你不需要去改變自己 但又能夠是將你這一個的習慣 和現在這個一切電子化的世界 方便的共享 亦都能夠方便你 有一個電子化的修訂 相當方便 可以讓你兩者的好處 優勢都能夠兼備 第三類就是 你喜歡畫一下東西 又可能喜歡寫一下字 那就喜歡分享的 說得好像我這一類 我就是很喜歡分享的 特別是以前我很多會分享我的 不顏不抒發作品這樣 這一類人可能都合適 因為今次這個Smart Pen附帶的App提供的共享功能 我覺得都挺強大 以及很方便 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不論是去背的文字 還是動畫以各種的方式去分享 不論是加後製 還是直接的分享都好 其實在社交媒體上 或者是可能和朋友之間的一個娛樂都好 其實都是有個相當不錯的效果 即我還很記得我一寫完 立即可以將那句文字的流程 那個動圖傳給朋友 又或者我畫完兒子的公仔之後 立即傳給太太 我太太都覺得有點驚奇 因為她知道我一向都不畫畫 但帶出來的效果有多好 所以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要 又或者覺得這方面的功能能夠打動你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考慮 而這一點亦都是 這一個產品讓我在評測過程當中 是擊中了我的一個位置 我真的有想過這本東西挺有趣 比我想像中是有趣的 這個功能 因為這個功能可以讓到我很方便 如果在我的影片當中要是加字的 或者加一些簡單的動畫的話 其實是很方便 我基本上都是在本報告那裡寫的 後製也不複雜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要 或者喜歡這方面 有一個社交上的分享的話 我覺得這一個產品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前提是 以上的這幾類人你有這個預算 始終在我的角度來說 這個產品好還好 但是真是確實不便宜 是一個感上添花 在我的角度來看 所以就著這一個產品 我的用後感 希望可以給大家有一個參考 另外也不要忘記了 如果你覺得本身這支筆都貴了 如果幸好每本用完 又要專用去買的話 其實它是能夠列印的 只要你那部打印機 我想相對新少許 支援相關的打印語言的話 都能夠直接在家裏 就能夠列印到這個digital paper的話 其實也是進一步 讓你一直用的時間越來 成本其實就反而會叫做便宜一些的 這個也是一個優勢來 去提供給人可以自行列印 相關的材料其實在他們的網站 亦都有提供 你們很容易可以在上網找到的 所以這個位置亦都可能是可以讓到你 又鬆手少少的一個吸引點 所以希望我這段影片 可以讓到你對它有一個比較詳細的了解 從而去決定會不會是打動到你 好,就著今天這段片的內容 就大約到這裏了 今次這個是好物推介系列 如果你覺得這段片幫到你的話 也誠要你可以稱讚個好 這個是對我一個最大的支持 另外我的頻道主打E-ing的產品的評測 另外如果有機會 我都會希望推介一些是我用過 覺得是有趣或者覺得正的東西給大家的 如果大家都喜歡的話 也誠要你可以是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下段片都能夠見到你 今天大約就到這裏了 感謝你的觀看 下次見了,拜拜